远景违法不过通通被拍了下来 另外还要带来关心的是 越来越多人喜欢用不同的方式来环岛 这一次很不一样 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他选择用搭便车这样的方式 来完成他的环岛梦想 而他一路上就是拿着一个 自己做的招车看板 有人拒绝当然也有人很好心 愿意再踏一程 拖着小小的行李箱背着背包 头上还戴了顶草帽 他叫黄汉群 第一次环岛的他 做了这么一个招牌 要搭便车环岛 就是看一下说大概在哪里 可以什么拿出来 要讲机啊 然后有准备一本留言本给大家写 黄汉群是长根大学医学院学生 身为准医生的他 希望自己可以多了解一点 台湾的生活圈 所以决定用搭便车的方式 完成环岛梦想 当时在恒春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不知道什么就攒不到车 有时候甚至找不到旅馆 就只能待在公园里面 在溜滑梯就抓着行李就躺着 被这是很好心的人 可是搞错方向了 载到山上去 然后被野狗追 一路从台北出发往南走 绕过台东花莲 再回到台北 黄汉群用一张张的照片 一页页的留言本 记录下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看到各式各样的故事 就感觉台湾的人很棒 黄汉群说 未来当上医生之后 他要把这一路接收到的热情 全部回馈给这片他热爱的土地 中文新闻林医生 蒋成辞 伊兰报道 中文新闻林医生